这间屋刚刚发现了流水 业主就要找开来看 见到这里有水出就转开来看 但发现又不是这里流 在留言中我跟他说是热水后流 做过测试 今天我们过来跟他拉一条名猴 看看为什么会流水 这个是大概二十多年前装修 热水喉没有包黑胶布 通常做储水式热水炉 三两年就会流水 做煤气炉的温度没有那么高 最高温度也是四十五度左右 流水的年份会拉长一点 有时十几十年就开始流水 这里是棋缸 如果那些墙身发现有这些白色的东西 流出来 就很多时候都是有流水 流水可能是墙身的瓷砖流水流下来 或者墙里面的水后流水 很多时候外墙有这些东西 就是单位有流水 而且这里有个水泵 有泵水在这里 这些就一定是水喉流水的了 就不会是去水喉 或者那些排水流水 排水流水很少在水泵 而且之前是在瓷砖面 有泵水在水泵面的 而很多时棋缸或者瓷砖流水 很多时只是油漆脱的 就不会说 很少是起到成淡水 那 上鎖面也是同流流水多 如果一般的海水流流水 都是灰滲出来的 发压灰的 而泥水和后流水之外 就是瓷砖面 渠窄位 以及这两个盖 没有灰好英雷都可以漏的 发达记住 两口螺丝 角位 瓷砖面 以及渠位 都很容易漏水 这些渠位 如果灰得不好 首先我们试 试砖一砖 看看冷水和热水 要分开砖 首先要截断水标 不要让水砖 留入水标 留在公家后 热水楼位都封了 冷热水要间断 离开热水楼 还没有让冷热水混合 这些柜底 曲车材 原本这些材都要拆掉 因为这些材很多时候锁不死 用搅拌一下 厨房、厕所全部都是 厨房、厕所全部都是 现在我们就拆了 拆了混合龙头 拆了出来 用这个压 安装 安装这个类似的水标 这个傻帽 就拆出来 先试一下冷水 压到大概200磅左右 不需要太多 压完之后 就关上两边 如果它跌 也是很正常的 跌就只会跌多少 因为要厚长 短问题 不能作准说 几分钟跌多少 大概看10分钟 如果跌超过10% 就可能会漏水 但还是未必 OK 10分钟过去了 我们开这个按钮 开这个 如果跌超过10% 就可能会有漏 跌也有跌 跌好微的 跌多少 跌多少 5% 要么跌了10磅左右 刚才200磅 接近190磅 跌到170多磅 跌得很正常 相信流水机会就不大 如果你锁回头 10分钟之后再开 可能会跌少些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质 都未必发分化 真的会死的 全家屋的喉那么长 那么多个啞位 这些 这些 还有喉管里面有空气 空气和水的混合 都会影响到它跌绑 现在我们试一试热水 这些 压到接近200磅 再看10分钟 现在的热水已过了10分钟 试一试 再开左边的按钮 很明显跌了1.5分钟 跌了1.5分钟 跌了1.5分钟 都很肯定是热水喉流 10分钟 因为那条冷水 应该有六七十尺长的 去到水标位 而这条热水 都是只有十多尺 整家屋来说 所以都很相信是热水有问题 热水有问题 基本上水喉流水 九成九都是热水 除非那些屋是铁头 而同学来说 都是百分之九十九 九成都是热水喉流 都可以判断热水 在热水中 着手去跟着也可以 另外水喉流水 最难跟着就是 很微的流 流到要少少 灰跌 但又找不到哪里 试榜都很难试 但它流一多就容易跟着 好像刚才这条热水 流一多 还有这里 有成淡水在地上 都流了几多 一晚都一两升水 那就容易跟着很多 了 雞蛋 鱼 ? 要一下 小手 这个 大便 二十 一 一 到 这家屋漏水就不需要去找哪里漏 月水后漏就整条走过命后 另外这里呢 我当时就封了这个位置 封了三叉去 就等它可以拿来做力 拿回墙墙来做力 就不用打这些龙头座 另外来说现在有这只龙头座 就出六分雅 一边薄喉一边出六分雅 就不需要下那个猪指脚 做完之后离牆身就短很多 这只这样的东西 在毫宝买了十元左右 我在二十多年前 在新加坡已经见到很多人在用的 因为当时新加坡的房子 公屋来说是不允许行暗后 只可以行明后 因此这东西在当地很普遍 但在香港这些地方 就未见过人用 即是香港 我到处找都没有 是的 在那些地方 其他地方 所以就不接触到 因为我是小买的 就是 закры的 云青 你 对 都不接触到